伊朗已故总统莱西和外长阿布图拉西洋的坠机事故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首次公开了事故的相关画面和细节 称事发时天气未有异常也没有违规操作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播放了莱西遇难的纪录片 莱西等人的绥静记者讲述了当天坠机的经过 据报道当天上午天气没有下雨也没有大雾 莱西乘用直升飞机前往阿塞贝江和伊朗边境处 参加两座大坝的落成典礼 阿塞贝江总统阿里耶夫也出席 这是两国在阿拉斯河上合作的水电项目 在做了中午的祈祷后 莱西等人便乘坐直升机返回约130公里的大布里市 参加当地炼油厂一个项目的落成典礼 据报道从大坝到大布里市要开车将近四个小时 当天是阴天 因没有发现有异常天气 莱西一行乘坐三架直升机出行 莱西的直升机在中间 在当地时间下午一点半左右 飞机遇到了一朵云 莱西乘坐的直升机飞行员下令 所有的直升机提升高度飞越云层 但大约30秒后 飞越云层的其他两架直升机发现 载有总统的直升机不见了且失联 其他两架直升机在搜寻无果的情况下 紧急下降到附近一个矿场 伊朗能源部长打电话给机组人员 直升机中的主持周五大礼拜的 埃亚图拉哈西米接了电话 但联系两次后再没有接通 由于当地信号弱也无法追踪电话的讯号 多个救援队尝试前往事发地点 由于弩屋 雨雪以及当地的地形 阻止了搜索行动 据报道 土耳机也派出无人机帮助搜寻 但给出的地点是错误的 后来伊朗无人机在搜索了14个小时后 才找到了追击地点 机上无人生还 伊朗军方发布了初步报告 称在对莱西追击事件进行调查后 目前尚未发现有枪击或类似攻击的证据 直升机碰撞到高处山上并燃起大火 报告称 随着调查进一步深入 将公布更多细节 富皇卫视约正卡穆森 德海浪报道